这是我对当代文化进行精神评论的地方,今天我要谈一谈最近新闻中的一件事,那就是哈罗德百货和富勒姆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艾尔、法耶德、穆罕默德、阿尔、法耶德去世的消息。 Alpha8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人,你要么喜欢他,要么讨厌他,他绝对是破具争议的人,也是一个有趣的人。 简和我通过我们拍摄的戴安娜之灵与他间接有很多关系,我们在其中进行了一次将神会,以调查公主戴安娜的死因以及发生了什么。 当然,穆罕默德、阿尔、菲亚德是许多与戴安娜之死有关的阴谋理论的幕后策划者,因为他失去儿子多敌,非常困难,现在他的儿子的遗体已经被安葬在奥斯特德附近, 他们的遗体现在并排躺着,这让我想到他在去世时实际上看到了什么,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有趣的人,他一定是在他去世后立刻醒来的。 我知道伊斯兰教的人们对生死之后的生活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想法,但我相信并且通过我作为一个灵媒的工作,我相信在死后我们会立刻苏醒,然后去见我们爱的人,如果我说的有道理,那么他肯定是苏醒在了上帝的境界中。 他的第一个念头一定是他的儿子,我相信一定是多敌,因为多敌对他来说代表着一切。 实际上,在我们拍摄戴安娜之灵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,莫罕默德,阿尔,菲亚德允许我参观他儿子在梅菲尔的公寓, 这实际上已经被改建成一座陵墓,他允许我们这么做真是太好了,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相当神圣的地方。 现在请看一下这段小视频,这是我参观多敌的公寓的一部分,他给你一些关于阿尔、菲亚德的悲伤以及这个地方的见解。 这个地方位于伦敦市中心,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区之一,租赁或拥有任何东西都很昂贵,但现在这里变成了他儿子的灵墓。 无论如何,请看一下这个戴安娜之灵的片段,以更多地了解多敌和公主戴安娜之间的关系。 我相信家人去那里一定会感到很安慰,能够感受到他们与多敌的灵魂存在连接。 尽管他并不总是在那里,当我感到当需要的时候,Dodi的精神一定在那个非常豪华的公寓里。 真的很悲伤,不是吗? 这个男人为了他的儿子而哀悼,所以当他过渡到精神世界时,他一定会立刻去找Dodi,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这一直是他的思考之一,自从他的儿子去世以来,你知道是在1997年,飞机坠毁发生了,对吧? 然后从1998年开始,Alfred坚持认为这次坠机是一个阴谋的结果,他声称这次坠机是精心策划的。 他说MI6背后有黑手,甚至在报纸上,口头上以及法庭上声称菲利普亲王背后有黑手。 当时当然是爱丁堡公爵,但他的主张被法国司法调查所驳回了,但他坚持上诉这个裁决,并声称伦敦警察局在掩盖事情,他相信MI6与戴安娜的死有关。 当然这激起了所有人的思考,因为你知道,我记得有一段时间,我不太确定,但我记得在英国有65%的人认为戴安娜被谋杀。 我好像在某处读到过一项民意调查,不要引用我说的话,我可能有点错误,但有多个不同的审定,他还有斯科特,贝克审定,对吧? 那里他指控了爱丁堡公爵,威尔士亲王,以及萨拉女士和他的姐姐,还有其他一些人,他们策划谋杀威尔士王妃。 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,这是一个男人的悲伤,当我们经历丧亲之时,我们首先会感到不可置信,然后是愤怒,然后我们会试图找到有罪的人。 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通常你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如此之多,因为我们很明显。 我在我的工作中,遇到了许多哀悼的人,经常会有否认,否认,否认。 否认是以指责他人的方式出现的,有时会指责医院等。 我想知道,如果没有,是否是这个案子,阿尔弗雷德在指责无面目的权威和权力人物,还是他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 我是说,其中一个大问题是他说戴安娜当时怀孕了,是他首次提出戴安娜当时怀孕了,这是猜测还是Dodi告诉他的。 毕竟阿尔弗雷德是一个聪明的人,他有巨大的商业利益,他是世界前150位最富有的人之一,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,基本上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。 他在商业和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天才,非常和善的人。 我记得在哈罗德斯见过他,因为他经常来哈罗德斯,与普通民众一起在哈罗德斯散步。 我记得那时候我不能与他进行正式的对话,简和我看到他在那里,带人们递给他他们的护照,说,嗨,我有一个护照给你,我有一个护照给你。 因为他被拒绝了英国公民身份,他总是开玩笑的,说他不能给他护照。 所以我想说的是他有幽默感。 通常有幽默感的人,我觉得往往比其他人更有自我意识,你知道吗? 你觉得发生在恩德的事情是什么? 他说的对吗? 他死的时候怀孕了吗? 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一种非法杀害? 还是亨利、宝尔只是因为被追赶的车辆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。 亨利、宝尔是司机,据说他久后驾驶。 再次,当我们制作戴安娜之魂节目时,一些有趣的事情传给了我们。 其中一些来自出租车司机,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出租车司机,我们有一辆豪华轿车用于节目,所以当我们被开到节目现场时,我们是由一辆豪华轿车开的。 其中一位司机与华莱士、辛普森有很密切的关系。 曾参与司机的活动,我相信他是华莱士、辛普森的老司机,所以这些奇怪的巧合。 但是,他们说亨利、宝尔是喝醉了的,出租车司机们传言亨利、宝尔经常喝酒。 但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,整个事情最后还是交给了律师,最终的法庭裁决是,戴安娜和多迪是被亨利、宝尔疏忽大义非法杀害的,或者亨利。 宝尔只是承担了太多的责任,你知道这些肯定是亚尔法埃德去精神世界时会问精神世界、精神引导和精神天使的问题,我不知道他们在伊斯兰教中如何看待这个问题。 我相信与我们其他人非常相似,我们会受到某种形式的审判,我们会审判别人,以某种方式,他一定会问这些重大问题,发生了什么事情,你知道的。 戴安娜是被杀害的吗?她的儿子被谋杀了吗? 我个人认为,这很大程度上是拒绝接受死亡,我认为同样的原因也引起了公众的想象力。 因为拒绝接受美丽的戴安娜的死亡,她是绝对的公主,她是现代的芭比娃娃,虽然这有点残酷,但她就像一个形象,就像一个模特,就像我们塑造自己个性的东西。 突然之间,我们的生活中,这个形象被抽离了,简和我在阿玛隧道经历了这些事情。 我们也去了李慈酒店的一些地方,我们被邀请去多迪在巴黎的公寓,我是说,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刻, 不仅仅是对埃尔法埃德,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,在某种程度上,这就像失去了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。 到现在还在谈论着,我现在也在谈论着,所以我想,当多迪去了精神世界时,她会得到安宁,因为我认为她会和她的儿子在一起,我感觉他们是灵魂伴侣。 戴安娜和多迪,我理解她们本来会结婚。 因为,在交流会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,精神世界是一个幸福的地方,充满了喜悦和幸福,没有这个世界的苦难。 我的感觉是她现在会非常安宁,与太阳融为一体,我们会看到更广阔的画面,她的灵魂会得到安宁。 无论如何,希望你们今天喜欢观看这个简短的视频。